所有的乐器都是为了服务音阶而设计的 所以你要想把吉他玩转 掌握纸板音阶那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咱们就来分享一下 如何快速的忘掉纸板音阶 没错是忘掉 因为音阶不用背 首先第一步自费武功 把你之前背过的 咪形音阶 搜形音阶 拉形音阶 全都给它忘干净了 那些基于死机硬背的模式 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好用 第二步音阶是什么 音阶就是 无论多么复杂的音乐 都是由这几个音符组合而成的 所以吉他纸板上的音虽然多 但是终究跑不了这几个音 第三步找规律 没错 这也是今天我们重点的内容 在这七个自然音里面 每个音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能 其中的都 它的功能名就叫做主音 顾名思义 它就是这七个音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音 所有的音符都要围绕着它团团转 其实吉他上的音阶分布规律 也都是以兜为参照点的 我已经用红色的笔 把整个纸板上的所有的兜都给圈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兜 我们发现紫色的笔圈起来的这几个音符 都是围绕着都在转的 再来看这个兜 我们发现蓝色的笔圈起来的这几个音 也是围绕着都在转圈圈 我们再看这个兜 我们也用蓝色的笔给它圈起来 再看这个兜 这个兜 再看这个兜 再来看这个 此时已经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老铁 通过这几个兜 我们就把整个纸板上所有的音 其实全都覆盖到了 所以只要我们能快速的找到纸板上面 所有的兜就能把音阶全部了然于胸了 这么多兜看起来挺眼晕的 不要慌张 这里面也是有规律的 我们先从五弦三品这个最常用的兜开始说起 从它这按一个C和弦的指形 大家看一下这三个点位是不是构成了C和弦 手指按的两头的音就是兜 然后以这个兜再按一个C5和弦 两头的音就是兜 以这个兜再按一个C5和弦 两头的音就是兜 以这个兜为基准 再按一个C和弦 倒着按 这三个指形构成一个C和弦 两头的音就是兜 从这个兜倒着推一个C5和弦 两头的音就是兜 以这个音往这边再构建一个C5和弦 两头的音就是兜 给大家示范一下指法 五弦三品这个兜开始 无名指按在这按一个C和弦 这个音就是兜 从这个兜再按一个C5和弦的指形 小指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兜 以这个兜再推一个C5和弦 这个小指上就是兜 从它这再倒着按一个C和弦 这个音就是兜 这个兜用小指给它放上 倒着推一个C5和弦 这个音就是兜 从这再推一个C5和弦 这个音就是兜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应用 比如说以这为兜 以这为兜 从这返回来一个兜 在这 以它为兜 所以赶紧忘掉以前背的那种各种指形的音阶 那都是20年前的老套路了 跟不上时代了 关注啊未来的五天时间 我将用连续的五节课 祝你们用科学的方法玩拽整个纸板音阶 只要方法正确 学吉他真的很简单 加油老铁 对不起 颜色的发员 修正 对不起 刚才